关山镇一名蔡姓的民众日情和小孩 来到了花莲副理乡一处河床细水钓鱼 不想到儿子在垂钓时候 疑似勾到一旁放养牛汁的电线 当场腿软插点摔到 而且有心悸和胸口闷热 索性在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 民众在西边翻开被带子所覆盖住的电池 但这里不是一般放养牛汁的地方 而是在河床上 台东关山镇一名蔡姓民众 先前与23岁的儿子前往花莲县的副理乡 一处河床边细水钓鱼 但是儿子却在垂钓时一试勾到东西 当下出现心脏刺痛以及腿软心悸等状况 一试遭到电击 大概的状况就是 我问他就是 他边在拿屁面露炸 那時候起來的時候 他站起來跟他拍照說 他有一條電線 不知道什麼衝三回 他的油壓就接到電線上面 這樣耶 而蔡新民眾也懷疑是 掉線和鉤子鉤到 才會導致被電到 但所在的區域位於河闖 而且該地區也有民眾 常會到此汐水 因此出現危險的電線 也只能預期民眾 要多下小心 出外遊玩時 要注意身旁的環境狀況 避免受傷 記得陳建林台東花蓮報導 謝謝